亲爱的恩宠家人平安 新的一年有新的恩宠和祝福要临到各位 今天我们是一个新的一卷书 马可福音 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一章16到20节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 耶稣稍往前走 又见西门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 耶稣随即招呼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故宫人 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 我们看到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 正在海边撒网 耶稣到加利利的海边走 看见他们 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彼得和安德烈 他们就立刻 立刻舍了网 舍了网 跟从了耶稣 这个时刻 耶稣又见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 在船上捕网 耶稣随即招呼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留在船上 就跟从了耶稣 我看到当耶稣传道的开始 就呼召四位门徒 耶稣的事工 开始就建立了团队 他带着他们训练他们 耶稣讲了一句 非常有权柄的话 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耶稣对门徒所发的呼召 是很明确的 而且要求他们 以完全的心献上来回应 这四位他们也本来是以捕鱼为生 如今他们遇见耶稣 耶稣对他们的生命有更高的旨意 过去撒网 过去捕鱼 比这些都更有意义的事 得人如得鱼 是超乎你平常工作 养家糊口的工作更有价值 比你赚钱 得财富更有意义 比你做好妻子 好妈妈 有更高的呼召 感谢主 是让你的生命 从负责地上该尽的责任 提升到 去完成神的国 神要你完成的托付 得人比得鱼更有价值 你看见了吗 西门彼得和安德烈 雅各和约翰 他们看见了 他们立刻舍了网 也把父亲留在船上 跟从了耶稣 跟随主是需要舍 需要别 需要勇气 也需要下定决心 做这个选择 也许你要离开 你舒适的环境 你要走出你安全的领域 你甚至要舍下 你高薪的工作 开始过简朴的生活 因为有一个更高的旨意 呼召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曾为了跟随主 舍了你的权利 舍了你手中 所紧紧抓住的东西吗 让我们效仿 彼得 约翰 他们兄弟 毫不犹豫的 立刻舍了 你认为重要的东西 当你愿意 为主这样行的时候 我们的主 要叫你 得人如德语 这才是真正丰盛的生命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看到这四个门徒 他们没有任何的考虑 毫无犹豫地 回应你的护照 主啊 谢谢你 也许我们有很多的残累 我们有很多舍不得 但是主 今天我们再一次 把我们的心献上 回应你 我们再一次 检视我们的生命 我们需要 真实的经历 得人如德语的 超自然的神迹 临到我们的身上 感谢你 让我们成为一个 愿意 回应 呼召 感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